好 各位朋友我們就上課了 我們這支中方人生哲學的課 本學期倒數第三次上課 有兩位同學在作業區裡面提了問題 我就現在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好像還有一位同學寫email給我 我一下找不到那封email 所以email是一個很危險的東西 很容易遺失掉 所以一天的幾十封email就很容易遺失掉 如果這個同學想起來再寄一次給我 好我們看第一個問題 這個歷史上耶穌曾經提倡 以得抱怨的 但是呢孔子卻是回答 以直抱怨以得而抱得 好如果以得抱怨的話那何以抱得啊 好 大多數的時候大部分的人被教導要學習以得抱怨 不過呢孔子的以直抱怨以得抱 以得抱得 好我寫錯了 我寫錯了 以直抱怨 那麼以得抱得 那才是我們應該遵從的呢 那麼或者是什麼情況適用以得抱怨 什麼情況適用以直抱怨 以得抱得呢 好這問題問得很好 這也是我們應該會發生的問題 以得抱怨 這個怨是這個 恐怕是很嚴重的一個衝突的這種怨 所以 所以 源於對方 有深刻的不滿 或者是強烈的 那種利益的衝突 強大的利害關係 所以做出了 連對方自己都 甚至不能夠原諒自己的 沒有道德的行為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確實是對方錯了沒有錯 那但是呢 我們可以以一種宗教家的情懷 就是原諒對方的過錯 甚至呢 當對方有需要幫助的時候 還願意幫助他 那這就是以得抱怨 基本上 以得抱怨的對象 固然對我們傷害深重 但恐怕他自己也平臨死亡的危機 就他自己也快不行了 他自己也很慘 也因為別的事情 那麼他自己陷入非常悲慘的境遇之中 那這時候我們無需因為對方 對我們的傷害 那我們要報復 然後讓他呢 就這個受到更大的打擊 更大的傷害 因為他已經處於非常危險 危急苦難的狀態中了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就沒有必要 再找他麻煩了 當然這就是一個 宗教家的情懷 不只沒有找他麻煩 甚至還反過來幫助他 畢竟認識了嘛 不打不相識 雖然是仇人 所以以得抱怨 就是宗教家的情懷 才能做到的 至於這個以得抱得 以直抱怨 這是我們平常的時候 正常的人 正常的狀態下 的一個處事的情況 這個以直抱怨的意思是 對方做了對不起我們的事情 那我們呢 對對方的態度就是 這個 我們也不去傷害對方 但是明白了對方 對我們這樣的一個處理之後 差不多我們下次要上課的 蔡根坦會告訴大家很多如何以直抱怨的處理的方式 之前我講的對事不對人 不要做人身攻擊 差不多也就是以直抱怨的處理的方式 也就是說我們還是正常的跟對方相處 但是呢 如果還有新的合作的方案的話 那我們不會主動的去要跟對方合作 那除非是對方很誠懇的提出來 並且對於過去對我們的冒犯呢 表達了歉意 那這樣子呢 我們還是可以給別人一個自信的機會 當然也有可能對方還是繼續欺騙 那反正君子可欺之以理也 如果我們判斷對方是誠心改過的話 那麼還是可以跟對方相處 那這就是以直抱怨 那如果不是基於對方的主動 實際上我們就 無形當中 其實就自動避開了 就有人找你麻煩 你知道了 你不必跟他正面起衝突 但是呢 以後在新的合作 可以合作的事項上 其實你就不會選擇對方 作為你合作的夥伴 但是你沒有去攻擊對方 沒有去傷害對方 這就是以直抱怨 那為什麼不要以怨抱怨呢 以怨抱怨的結果 就是自己消耗了更多的力氣 自己讓自己的人生 陷在什麼 與仇人為敵的狀態當中 各位人你試想 你現在正在忙著打架 那你有時間用功讀書嗎 你正在忙著打架 那你能夠有時間去陪伴你的 男朋友女朋友嗎 你正在打架 那你會不會耽擱上課的時間 遲到了呢 所有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所以人呢 不要讓自己處於正在打架的狀態 更何況呢 是自己主動挑选的 以直抱怨 就是對方主動 對我不利 那個危機的場合 過去了以後 我就是避開就好 不用去再回過頭來 主動的找對方起衝突 想要報復 因為這都是涉及什麼 私人厲害的問題 私人厲害的問題 但如果是涉及這個大眾的權益 那我們應該要去主持正義 或者是屬於我們個人應得的權益 而對方是濫用公家資源 請注意喔 濫用公家資源 妨礙我們個人的權益 那這也應該去爭取 這些我回答過 這樣的問題 因為是我們的基本權益 而且是公家的資源 是對方濫用公家的資源 所以我們也應該去更正 應該去爭取 但那是公事公辦 就是論事 不是要找這個人的麻煩 舍機私利被傷害了 明白就好 下次不再跟他合作 不再跟他接近互動 就不會繼續在私利的事情上 受到傷害 總之就避開就好 然後對方呢 也這個好像 好像事情沒有發生一樣 正在很得意地 這個做了損人利己的事情 做了一本萬利的事情 那我們會覺得 非常的遗憾 那對方的人品不好 但這個時候 對方並不是處於 因為做了太多的壞事 惡貫蠅的怎麼樣 所以也陷入了生活的困境 所以我們以直抱怨就好 但假使對方 可能因為做了太多的壞事 雖然我們沒有找他麻煩 但是其他人會找他麻煩 使他陷入困境苦難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伸出原始 因為對方很可憐 這個時候就叫做 以則抱怨 這樣明白嗎 所以同學問了 以直抱怨 以得抱怨 哪一個方式比較好 通常的情況下 就是以直抱怨 在對方很慘的時候呢 如果你願意伸手幫助的話 那就叫做以得抱怨 那這表示你非常有愛心 有宗教家的情懷 那你不以得抱怨 可能別人也不會指責你 因為畢竟過去 對方確實傷害了你 但是人都有善良的本性 君子都是樂於助人的 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都願意幫助 即便他是曾經傷害過 我們的人 仍然願意幫助 那這就是以得抱怨 以得抱怨 好 那我想這個問題 我大概就回答了差不多了 就是平常的時候 就是以直抱怨就可以了 對方很慘 你可以拿出宗教家的情懷去救他 對方沒有很慘 對方還在自得意滿 對方還在繼續為惡 你也不用以得抱怨 你就是避得遠遠就好 否則你還會繼續很慘 好第二個問題 這個比較特別的情況 但是句子很長 所以各位趕快用眼睛掃描一下 看一下 原則上就是上通識課程的時候 分配到了這個小組 這個任務 然後勇於承擔做了組長 並且認真分配作業 然後在約好開會的時候 都沒有人來這樣 分配好了合作的作業項目 在要繳交之前 也沒有人完成他 分配到該做的這個部分 所以呢 覺得非常的詫異 想說要不要去跟助教講 然後又怕跟助教講了以後 反正自己也得不到什麼好處 得不到什麼別人還被罵 好 那麼碰到這樣的一種情況 我們該怎麼面對 好 這個反正也不知道誰寫的 分析一下 我們同學在寫這個東西的 這篇文章的時候呢 以免我的怒氣繼續暴障 這句話看到我們寫 這篇文章的同學 其實情緒蠻強的 不是沒有情緒這樣 還有一個地方 好 全體擺爛是常見的事情 組員這樣裝死下去 我們看到同學的文字 都可以發現 這個 我們同學雖然承擔了小組 組織的 這個角色 責任 那麼在處理這件事情的過程當中 這個 心理上有不少的情緒 那碰到這種事情怎麼辦呢 好 老師常常上課 舉例說 社長裡大家都想當社長 討論時都想發表意見 好 那這時候該怎麼辦 但是他認為他所碰到的情況不是這樣 好 他所碰到的情況呢 是根本就沒有人想要搶做小組的領導人 沒有任何人願意去主動發言 那怎麼面對這樣的問題 好 當社長 這個半年的任期或一年的任期 這個在學校的課外活動組還可以註冊 有案在生這樣 不是案 有榮譽在生這樣子 有好的資歷 所以那個有一些無形的利益的 無形的好處 那課堂中的小組 討論呢 負責召集小組的負責人呢 沒有任何的社會的credit 沒有任何有用的資歷 其實真的是沒有 所以從好處的角度呢 可以說是沒有什麼角度 沒有什麼好處的 所以沒有人會出來爭這樣 至於分配到這個企劃案的任務 不曉得我們同學在處理分配的時候呢 是你做的分配 還是問大家的意見 想要這個承接哪一部分 如果是讓同學自己發言想要承接哪一部分 效果可能會好一些 他願意寫出來 如果不是而是我們這一位小組長去分配的話 那他可能也不會很願意做這件事情 總之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判斷 就是這件事情或這個課程或這個小組呢 對這個小組的企劃的作業 都不太當一回事這樣 可能也不會影響到他是不是會被當掉還是怎麼樣 那所以大家都不是很當一回事 當大家都不是很當一回事情的時候呢 作為小組的負責人 其實就可以有一個心態就是好 那沒關係就是我把它做就好了 有沒有人要做請舉手 沒有人舉手 那就我做了 做完以後事情就做完了 做完以後這件事情也就結束了 那對這位小組的負責人的同學來說呢 你也不是因為想當小組長而去來做這個招職 你只對一件事情比較有責任感 然後對大家對這件事情都沒有責任感 這件事情其實就是就放下就好了 我估計這件事情對小組的成員 每一個人都不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不是一件很咬不及的事情 好像大家覺得這個小組的成績沒有了 可能對他也沒有什麼傷害 所以就不是太注意 不是太認真 甚至呢 反正就對他們自己不是很負責任 在這件事情上 因為可能是沒有什麼利害關係 既然如此 我願意當小組長 我認為就是把事情做完了就好 然後也無需有這麼多的怒氣 這件事情就好像風吹過樹葉一樣 樹葉晃了一下 風結束以後樹葉也就不晃了 就不用太當一回事 那不是什麼很大的事情 不是什麼很重要的事情 嚴重的事情 那如果是社團寒假要出營隊 要分配任務 就算衝到了期末考 該上的公文一定要上 該交的企劃書一定要交 該申請的場地一定要申請 不然寒假要出營隊的時候 就沒有營隊可以辦 這種事情就是嚴重的會影響活動 嚴重的會影響整個團隊的這個利害關係 那麼大家就應該是比較會去好好的做 如果不做那真的是非常的沒有責任感 我估計是這個小組的這個氛圍沒有形成 大家沒有這種形成一個團隊意識 然後可能成員會認為這件事情就算是沒有交 也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對自己利益的損傷也不是太大 所以會有這種我們寫這篇文章的同學 所講的這個擺爛的這個作風 那我並不是很了解 同學跟其他人溝通的時候的那個語氣氛圍 會不會是說讓別人覺得也不是很舒服 所以就不想管這件事情 我不確定 那也許沒有這樣的事情 那也許也是有自己溝通技巧方面的問題 總之這個社會的事情 有些事情是重要的事情 不能沒搞成 有責任感的人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那如果很多人都想做 那麼作為領導者就要想辦法 讓想做這件事情的人都有事情可以做 那這就是要把權利分配出去 其實也就是把利益分配出去 那至於沒有利益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沒有人想做的事情 有責任感的人 就是自己做 形式上固然是大家的事情 但是沒有做對大家利益也沒有什麼損傷 所以沒有任何人有動機來做這件事情 做一件該做的事情 雖然沒有什麼利益 但是有責任感的人 你就自己把它做完 做完就忘記了 做完就沒事了 這是很小的事情 就也不需要有太多的情緒 好 這兩個問題我就回答到這邊 那我們現在來回到這個人物誌 人物誌面對告訴我們的人生的場景 其實是一些比較複雜的情況 我們上一次讀到的是這個八關 八關 八關我說八關是人物誌實在演練的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章 它有八種看人做事 誠懇與否 用心與否的判斷的標準 這樣子 那麼第一關呢 是關其奪就引引奸雜 那我們上週講課的時候呢 已經講到前面了 那就是這個奪的部分 奪的部分是什麼意思呢 你有一個優點 又有一個缺點 然後呢 這個缺點呢 把你的優點給遮蓋掉 所以那個優點呢 只是一個外表的形式 你沒有真正那個個性 但那個缺點呢 卻是你真正的心態 所以呢 這個缺點呢 就顯現出來 你那個表面 假裝出來的優點 也不見了 這叫做奪 那還有一種情況叫做救 表面上有一些不好的行為 但這個表面上不好的行為呢 只是那個行為的外在形式 這樣子 然後呢 背後有一個更好的心態 價值立場 所以呢 這個好的態度呢 把表面上不好的行為 給救回來了 叫做救 所以其實是行為上表面不好 但實際上呢 是有好的態度 那這樣子呢 就是觀其奪救 引民奸雜 就搞這樣才能夠看清楚 這個人真正是好人 還是呢 是假的好人 其實呢 不是個好人 好 我們看這裡 一有善情就惡 不治為憾 就是表面上的惡 但是你有骨子裡頭的好意 所以呢 並沒有妨礙到你的優點 那是哪些事情呢 愛會憤怒啊 澳俠不理 這個最容易舉例子的 就是那種這個團隊 這樣子 運動的團隊 這個教練呢 這個很愛護 這個球員 然後呢 在訓練的時候 非常的嚴厲 甚至呢 破口大罵 講話非常的難聽這樣 可是呢 訓練結束以後呢 這個教練呢 帶同學去吃好吃的東西這樣 甚至同學可能呢 家裡經濟條件不是很好 這個教練呢 提供獎學金 讓他那個能夠安心的完成學業 然後呢 給他額外很多的幫助 因為就是真心愛護這個團 球隊的所有的球員 用自己的時間 用自己的金錢 來照顧他 然後在正式訓練的場合呢 非常的嚴厲 這樣子 追求的是一種榮譽感 那在這種情況下 訓練的時候 過於嚴苛的傲俠 對於球隊的成員而言呢 他沒有感覺到 他的自尊心受傷害 他只是非常明白的理解 這就是一個 什麼嚴格的訓練 因為教練是真的關愛我 所以從所有的私下互動的場合 拿自己的時間 拿自己的金錢 甚至把家裡的這個 這個客房 借我住 或怎麼樣 知道他是真心愛我的 所以呢 我不會生氣 不會離棄他 還是對教練呢 非常的這個 幸福 願意接受他 嚴苛的訓練 愛會分獨啊 傲俠不理 但如果不是那個 愛會分獨 任何一個團隊的領導人 對於他的部署 講話非常的沒有禮貌 那這樣子呢 做一個團隊的部署 其實為了自己的尊嚴 可能就不想待在這個團體裡頭 所以前面那個愛會分獨呢 真正的關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 所以表面上 雖然講話 非常的不客氣 但是 但是那是在正式訓練的場合 私底下相處的時候呢 是真情流露 那就不會抱怨 助善者民 極惡無害 為了要幫助這個弱勢團體 受害者 然後對於加害者 非常猛烈的反擊 其目的不是為了私利 做的人身攻擊 而是為了社會的公益 保護弱者 而採取的這個強勢的手段 這種強勢的手段呢 是防止社會墮落 所以對社會無害 而不是這個破壞社會的和諧 破壞社會的建設 這樣就是有害的 而是防止社會的墮落 防止為惡的行為 所以是無害及惡 制止惡人繼續為惡 用強勢的手段 但他不會用強勢的手段 去損人利益 去傷害無辜 去破壞社會建設 完全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樣子呢 因為他要幫助好人 幫助弱者 所以這個行為無害 救濟過後 取人不貪 這個 最好的例子就是這個 麵包店的老闆 晚上把他麵包捐出去 給忽悟院的小朋友吃 就來領這個麵包的 這個義工呢 把他明天還準備要賣的麵包也拿走了 這樣 拿的有點多這樣子 但是這個義工呢 雖然拿多了 他不是為了自己的貪心 這樣 麵包店的老闆呢 也可以笑一笑 大發你 好吧就給你吧 這樣子 也不會認為他是貪心 為了自己 這樣 而是呢 只要讓小朋友呢 多吃一些 冠期多久 監察之情可得之也 好 這是第一條 總共有八條 都非常精彩 我們再看第二條 冠期感變 已省長度 什麼意思呢 人厚貌深情 什麼叫 什麼意思呢 他真正的想法藏在他的心裡面 他臉上的表情 以及他表面的行為呢 表現出來的未必是他真正的想法 所以 你聽他講話 你還要看他後來的反應 才能夠判斷他真正的心思 是什麽 關其辭職 聽音之善走 他講話 話是這樣講 內心真正想什麽 你要能夠明白 查其應戰 是智智能否 看他後來的反應 才能夠知道他的心思 是不是真的符合他所講的那樣子 所以要懂得聽 懂得看 人們都是這個不是表面上所說的態度 那樣的一個真正的態度 所以人都是什麽 厚貌深情 好 這個 論顯揚正 白 就是 事情講得很清楚 頭腦很清楚 表達很好 不善原定呢 雖然表面上 反應不是很快 但是其實呢 他已經把事情想得很深刻 因為太深刻 知道三兩句話講不清楚 因為太深刻的 知道這個場合的這些人 並沒有準備好認真聽 所以他就笑笑 也不答 也不回答 這個人好像很神秘這樣 其實是因為他了解的太深刻 反正你們也不想聽 那我也不用講 反正你們也不想用心聽 那我也不用講 反正你們也是虛音故事 隨口一問 我不會那麼天真的 好一開始很認真的講 這樣講了十分鐘都講不完 這樣子 對方早就厌烦了 既然如此 我不必多講 好 敬畏銜白通言 可以講我講得非常清楚 不能講不需要講的時候呢 我就閉著 所以我完全能夠處理 我所知道的事情 以及我要講話的對象 這心態 這之間如何拿捏 這樣的人 任何場合的講話 都不會落空 可以講的時候好好講 講清楚對方也聽明白 不能講的時候 根本也不必多講 講的也是浪費力氣 既不浪費自己的力氣 也不浪費別人的時間 通達的人 好 有一些人呢 一意無正 對 什麼叫一意無正 一意無正 跟後面有一段 是很像的就是 度貨之色 冒昧無常 一意無正 很簡單就是說 這個人 很容易突然有情緒 這個人 你常常得注意他 突然講一些什麼 好像生氣的狀態 那你就得去處理他 生氣的事情 為了避免他生氣呢 然後呢 你就得改變你們做事情的方法 總之呢 這個人沒有真正的 忠心思想 沒有這個服務的情緩 但是有耍權威的這個性格 有搶利益的這種欲望 什麼地方有利益 他就表示什麼態度 表示什麼態度 對他有私利 他就表示什麼態度 所以他表示的態度 忽而右邊忽而左邊 他不會永遠是右派 也不會永遠是左派 當然想要想右派的時候 就罵罵左派 想左派的時候 就罵罵右派 右派得利的時候 就說說右派的話 左派得利的時候 說說左派的話 然後對右派很兇 右派得利的時候說說右派的話 又對左派很兇 一意無政 砸也 這個人呢 不是通達的人 上面那個呢 是通達的人 下面這個人呢 是自私自利的小人 他永遠沒有固定的立場 他的立場常常改變 當一個人常常改變立場的時候 他得偽裝他的這個 改變立場以後 別人會認為他是 貪得利益的小人 為了偽裝掩飾這種 貪得利益的小人的形象 他必須怎麼樣 設立 各位人還記得什麼叫設立嗎 指責別人道德上的錯誤的時候 講得非常的嚴厲 所以當他又要自己要改變立場 然後又要把新的立場描寫得道德崇高 他就會刻意的去指責任何一方 稍微的一些瑕疵 沒有瑕疵要找瑕疵出來說 而且說得非常的義正詞言 就是設立 但是很抱歉 立而不剛 為什麼 慾望太多 所以各位同學 一個人慾望太多 他在處理公家的事情的時候 你好好觀察 給他做個統計 他永遠沒有固定的立場 他只有場合上的表演 看誰倒楣被他撞上 就會被他罵兩句 好 一義無正雜也 先是未然聖 現在在講人的優點 事情還沒有發生就已經明白 不過我覺得他用聖這個字用的這個 稍微大了一點 講聰明就可以了 好 追思玄士 瑞典 一件事情發生 不知道他怎麼發生的 慢慢的細想 基於對人性的了解 對於現象的分析 對於歷史的了解 掌握了一些思路 能夠理解 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發生的 過去的脈絡 你沒有看到過去的脈絡 一直看到眼前的現象 基於你豐富的經驗 對人性的深刻的了解 以及表面的一些征兆 你可以推測 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過程 見識過人 明眼 這就是見識過人 先是未然 追思閒事 這就是見識過人 看事情 看得比別人深刻 長久 沒有明確的 這個資訊 但他能夠判斷 雖然他明白了 有些話是不適合說出來 說出來 就當場要得罪人了 說出來當場就要怎麼樣 對小人做人生公子 但是場合上 還沒有必要走到這一步 那麼就以民為悔 雖然知道不一定要說 好各位同學 在一個團體裡面的會議 當你知道某些人 有不好的動機 講了一些話表面上 對 但其實似是而非 你知道別人有一些不好的動機 你立刻明白了 你要怎麼處理這件事情呢 你就是要勇敢的去陳述 那個似是而非的那一個是 但是把那一個是 轉向原來因走的軌道 這樣子 而不要那個似是而非呢 轉向這個有欲望的人 想要轉向的軌道 但你不要對於有欲望的小人 施以人身攻擊 施以人身攻擊 這個會就開不下去了 這個小人可以當場翻臉 因為破局對他來說無所謂 他不是為了公家的事情 但你是君子 公家的事情必須完成 所以你不能夠無所謂 所以你必須顧全大局 所以你不要做人身攻擊 但是你要堅持住 事情應該怎麼做的脈絡 那些觀念要清楚地闡述 不要讓決策走偏掉了 小人永遠沒有固定的立場 只有自己的利益 君子呢 沒有自己的利益 但永遠有固定的立場 所以這個立場要堅持住 不要讓小人把事情帶走了 但是呢 當小人要偏的時候呢 他會怎麼樣 色力 什麼叫色力呢 就是裝得很生氣的樣子 那你就要怎麼樣 要有勇氣 不要因為他的色力呢 就害怕了 那為什麼會害怕呢 沒有能力 沒有承擔 沒有服務的精神 你就會害怕 婚禮獎就算了 每一次都算了 有一天這個社會就崩解了 好 以民為悔 就是要告訴你 知道關鍵是利益問題 但你不要從利益的角度做人身攻擊 但你還是要從大是大非的角度去說事情該怎麼做 就不攻擊別人 但是你還是要明白的站穩公式的立場 對於別人的私利的惡念 你不必說出來 以民為悔 至於 唯乎必是妙也 任何一個小動作 任何一段話裡面的幾句話 你就明白他的真正心思在什麼地方 美妙不媚书也 測之一生時也 唯乎必是妙也 細節 看到細節就知道全體 就知道很多的東西 知道很多的東西以後呢 然後又能够處理得當 非常瀟灑地把事情處理好 這個書就瀟灑的意思 不是空書的意思 測之一生時也 你懂的事情還非常的多 你沒有講出來的話還非常的多 應付眼前的局面呢 你只講能夠解決問題的部分的話就好 沒有問你你就沒有多講 如果問你 你有很多話可以講 測之一生時也 你這個人呢 非常深厚非常有實力 你同時在處理十件事情 每一件事情呢 處理這件事情 刀口上的部分就好 刀口上的部分處理完 這件事情就已經往正途上走了 你不需要花很多的情緒 去跟別人分享 你是如何思考這件事情 以及你是如何觀察這件事情 以及你用了多少的心思 處理這件事情 以及你因此阻礙了多少 壞事的發生 以及你因此彰顯了多少好事的路徑 這樣明白嗎 那你情緒太多了 心情很多 需要發表 雖然不叫做發洩 因為你不夠忙 如果你很忙 以前同時有十件事情要做 那每一件事情 拨亂反正 你只把力量用在刀口上就好 而對那件事情的了解呢 是這個論顯揚正 不善言硬 精緯玄白 先是未然 追思賢視 見識過人 你對那件事情的了解 就是這麼的深刻 但是呢 你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要往前走 所以不會在一件事情完成了以後 花十倍的時間 小人群居終日 好行小會 言不及意 這樣 在那邊聊啊 聊啊 浪費時間 為了有能力的人都在學習以及做事 情緒多的人呢 欲望多的人就會聊 浪費時間 假和炫耀虛 這就是幹嘛 浪費時間 自見自欠其美 不足也 做了一件好事 一直講一直講 不斷的提醒別人自己 多風光 多厲害 那就是 你不太厲害 你只厲害這件事情 別人厲害是你的十倍 你只對這件厲害的事情 他沒有情緒去 他沒有情緒去 怎麼樣 去發表 發書 發洩 你就只厲害這一點點 所以你非發洩不可 因為你太興奮了 你能力只到這裡 永遠不要炫耀自己的厲害 自己的成功 因為你這輩子 不是只成功這件事情 後面還有幾件事等你成功 你知道嗎 你算一算 後面還有幾件事等你成功 算你一輩子 至少有五千件事情 你完成一件事情 你就花了好幾個禮拜的時間 在那邊炫耀 你這輩子的時間 就完成不了五千件事情 後面能夠再完成五件事情 很了不起 35歲你就進入退休的狀態 這個人就報廢了 所以不必要炫耀自己厲害的事情 假和炫耀 需要 沒有什麼信心 沒有信心 就特別需要講自己的豐功偉業 特別需要強調自己在什麼時候 對別人很好 幫助了誰 因為你沒有什麼實力 好各位 那人如何會有實力呢 答案應該已經在你的心中了 一句話就是努力工作 努力學習 不怕事多 不怕忙 不怕煩 碰到事情就拿起來做 像我們剛剛問問題 第二個問題的那位同學 碰到事情就拿起來做 做完了就算了 不要花那麼多時間 有這麼多的情緒 別人就是不關心 不關心就是算了 反正這件事情不是什麼大事 如果是大事 別人未必會如此不關心 我覺得是這樣子 好 不發其能有餘也 你後面還有五千件事情會完成 你哪有時間在第一件事情上 不斷的炫耀自己的能力呢 因為你還有四千九百九十九件的事情 需要學習 然後才能去完成剩下四千九百九十九件事情 各位同學 聰明的人 所有的時間都用在重要的事情的準備上 不重要的事情 你真的不需要花時間去做 不重要的事情又很迫切 已經等待到 你就簡單的把它完成就好 重要的事情 時間還沒到 那就是你現在必須要趕快準備 你後面還有幾千件事情要做 所以你現在趕快學習 趕快準備 第二件事情來了 舉重落輕完成 第三件事情來了 早就準備好了 舉重落輕完成 第四件事情來了 早就準備好了 舉重落輕完成 你這樣才有可能一輩子完成五千件事情 各位同學 五千件事情很多嗎 如果你當上美國總統 你要完成幾件事情 如果你當上台積電董事長 你要處理多少件事情 五千件事情不多的 你真的以後要處理非常多件的事情 所以眼前這件事情完成 不必去誇獎 不發其能 表示你還有太多的東西要學習 還有太多的能力 你將要具備它 因此呢 你還有很多的理想 很多的任務 你還有剩下很多很多的東西 好 凡是不度必有其故 不度是什麼意思呢 這件事情表面上應該這樣 就它並不是這樣 它不符合正常的狀況 這個該上課的時候就上課 這樣子 該聽課的時候就聽課 該進圖書館的時候呢 就在圖書館坐下來讀書 就在圖書館不是在讀書 晃來晃去走來走去 不知道在找什麼 找個位置就坐下來開始讀書了 要不然就是找書在那邊找書 到了那個書堆不是在看書 也不知道在看什麼 不是在找書 也不知道在找什麼 不度就是這個場合 應該怎麼樣行為 結果你不是這樣行為 那一定有原因 什麼樣的原因 各種狀況不一 一定就是說 你心不在焉 你心不在這件事情上 你在關心 擔心別的事情上 所以 人家從你的舉止 就可以看出 你現在處於一種 混亂的狀態 慌亂的狀態 忧患之色 乏而且慌 極秤之色 乱而垢砸 極秤就是生病 你會不會生病呢 你也會生病 20歲的人也會生病 40歲60歲80歲的人 更容易生病 這樣子 你2歲的時候也很容易生病 只是你忘記了 你讀幼稚人的時候也很容易生病 人在生病的時候 體力不行 注意力不行 外表呢 就會亂而垢砸 亂而垢砸就是 衣服穿的不對稱 頭髮也沒梳好 眼鏡也沒戴好 身上又髒髒的 叫做垢砸 垢砸 就是髒髒的 然後呢都沒有搭配好 因為你身體不行 然後呢你專注力不行 好 如果是因為作息不正常 不懂得照顧自己 而生病 導致表面垢砸 責任在你 你一定要趕快改變 改變這種情況 那有時候生病呢 不是自己造成的 傳染病被傳染了 那也沒辦法 那就會處理身體不行 注意力不行的情況下 這種情況下 你的外表 就會有垢砸的情況 所以一個人外表有垢砸呢 比方他身體不舒服 有病 但很多時候身體有病 也是什麼 心理素質不好 沒有好好的作息 把自己照顧好 導致身體生病了 所以這是自己應該要多多注意的 然而忧患之色呢 乏而且荒啊 就處於匮乏的狀態 就是很薄 所以他不能夠主動幫助別人 他也沒有辦法完成自己 該完成的任務 然後呢 要什麼沒有什麼 然後呢 該做什麼呢 都沒有辦法做完成什麼 慌慌張張的樣子 因為他有憂患 憂患就有擔心的事情 擔心什麼事情呢 擔心被揍 擔心被罵 擔心被罰 擔心被打 擔心被害 為什麼這麼多的擔心呢 因為你之前做了對不起人家的事情 因為你之前做了不該做的事情 所以你有非常多的擔心 所以各位同學 沒事不要隨便傷害別人 沒事不要隨便找別人麻煩 沒事不需要為自己製造敵人 當你處於擔心的時候呢 你眼前所有即便是例行的事情 即便你從小到大已經做了20年 每天都會做的事情 你都有可能做不好 乏而且慌 因為你在擔心重大的事情 不要讓自己進入擔心重大的事情的狀態 對你來說 重要的事情 現在就是準備的事情 不管它是一個星期之後發生 還是一個月之後發生 還是一年之後發生 你現在是有時間 不要拿來 小人群居終日 言不及意好行小會 以上三句話簡單的就是 你們一群人聚在一起聊八卦殺世界 不要把時間用在這些事情上 做你未來會發生的重要事情的準備 現在就是準備的事情 當那件事情發生的時候呢 綽綽有餘 行雲流水 舉重落輕 很輕鬆的處理好 因為你準備好了 你就不會有憂患之事 這是對重要事情不擔心 其次是什麼 對人際關係不擔心 對人際關係不擔心 就是沒有人把你當仇人 沒有人一定要找你麻煩 不可 小人找天下人麻煩 你也被找到麻煩 然後呢 以直抱怨 你已經知道了 避開他就好 但你如果以怨抱怨 跟他結仇 他待會就要來害你 你就要處於憂患的狀態 你又進入法而起 荒 所以 未來重要的事情 不擔憂 那你就現在開始準備 人際關係狀態 不擔憂呢 那就是永遠 不要對小人進行人身攻擊 不要節約 不要跟別人結仇 這樣子 好 各位上課的時候要專心 你不專心也沒有關係 但是你不要臉上流露出表情 你沒有在聽我講課 你不要流露出你在注意別的事情的表情 更不要跟旁邊的同學交換顏色 因為那會干擾我講課 真的會干擾我講課 我講課的時候 這個整個空間的氣場都是 所以你在專心聽我上課 OK 那個互動就很好 你沒有專心聽我上課 其實對我就是一個干擾 更何況你在注意別的事情 你腦袋在轉別的事情 對我就是一個干擾 明白嗎 知不知道我在講誰 知道了應該要知道 如果你還不知道就很遺憾了 我就得點名你了 好 喜色 愚然以異 運色 歷然以陽 就是他本來就有件快樂的事情 然後他跟你講話 你不管講什麼他都哈哈大笑 這樣明白嗎 他內心還有比這件事情更興奮的事情 正在澎湃 喜色 愚然以異 他內心有快樂的事情 你跟他講的這件事情 讓他聯想到他內心的其他的快樂的事情 或者你跟他講的事情跟他快樂的事情 沒有關係 可是他腦袋真的想他快樂的事情 所以你不管你講什麼 他都哈哈大笑 都非常高興 但是呢 如果他心中有別的 生氣的事情 你至少不要跟他講任何事情 更不要指責他任何事情 他的反應一定是歷然以陽 色力內忍的那個力 就是非常怒氣就立刻送出來了 所以呢 常常要知道 人家目前是處於喜的狀態 還是怒的狀態 喜的狀態對你笑也不是真的 怒的狀態呢 對你發脾氣算你倒楣 所以各位同學 我們再回到人物這一開始的時候 告訴我 最有智慧的人處於什麼狀態 平淡 處於喜的狀態也不好 處於怒的狀態 那絕對不好 更不好 處於平淡的狀態 可以深談 也可以幽默 可以談事情 可以做事情 永遠處於ready的狀態 不管做什麼 現在就可以做 平淡才是最好的 心境的狀態 好 度貨之色 冒昧無常 冒昧無常 什麼意思呢 突然對你非常的熱情 非常的客氣 知道嗎 你走路 他會在前面 把那個紫屑捡起來 不要讓你踩到紫屑 這樣子 你要坐下來 趕快幫你把那椅子擦乾淨 然後用手這樣擦一擦 把椅子擦乾淨 那你要看電視 他馬上問你要看哪一台 這樣幫你轉台 總之 突然對你客氣的不得了 但也可能對你挑剔的不得了 你不管講什麼話 那句話都有問題 這樣 你不管做什麼事 你做的事情都是不對的 這樣子 你身邊會不會有人這樣對付你啊 你真是倒霉了 這個人呢 充滿了私欲 這個人呢 非常的自私 永遠在考慮他的利益 對他有利益的時候呢 對你堆滿了效力 妨礙到利益的時候呢 動刀動槍動武 動原子彈 動核子彈 全部全部用上來了 所以才會一下對你非常的好 一下要對你非常的不好 冒昧無常 所以別人在你面前表現 有這種冒昧無常的狀態呢 說明了兩點 第一點你太強了 他太重視你 所以會常常想要巴结你 又常常想要傷害你 第二點呢 他是個自私自利的小孩 所以當你碰到別人 這樣子來反應跟你互動關係的時候 那你就要有所理解 這個人呢 這個避開為尿 他不是一個正常的人 不是一個心理健康的人 我們對人就是一個正常的禮貌 即便人家得罪我 以直抱怨 我也不會刻意去傷害打擊 對方 反正就避開就好了 所以 神跟人平常的相處 都是要平淡 要正常 要有禮貌 但不用取悅別人 到巴结的地步 一個會巴结你的人 請注意 他也是會傷害你的 因為他巴结你是為了他的私利 當他的私利得不到 或你妨礙了他的私利 你不讓他獲得他的私利 你就是傷害他的私利 這樣明白嗎? 他會巴结你 他也會傷害 所以對你特別好的人 也會對你特別的壞 你要特別的小心 但是我要強調 他是你的爸爸媽媽的話 那是另當別 他當然會對你特別好 你不聽話 他也會對你特別的壞 因為殺了兒子 死利 死利 不適用於親情 我說的是 社會上的人際關係 大家都是平常 正常 平等的相處 才是最健康的相處方式 好 我們下課休息一下 好 我們繼續上課 我們再講這個 東方人生哲學的人物誌 那麼剛剛講到 觀其感變 以審長度 就是人物誌的八觀 這篇文章 度貨之色 冒昧無常 一個人在你面前情緒很多 度貨 度就是度忌 那貨的就是 他做的事情 都是牛頭不對馬嘴 這個論語裡面 孔子就說 從德爾變貨 怎麼樣變貨呢 愛之欲其生 物之欲其死 這不就是疑惑嗎 一朝之憤 傷及其身 以及其親 這不是禍嗎 愛之欲其身 物之欲其死 你對一個人相處 竟然是這種態度 那你肯定就是 自己是個頭腦不清楚 是你非愛不可的人 怎麼會物之欲其死呢 還有 一朝之憤 傷及其身 以及其親 什麼意思呢 路上開車 就跟人家在那邊尬車 很生氣停下來 然後呢 就拿了什麼東西 就往別人頭上一扎 頭就破了 可能就死了 就抓到 抓到尖腦裡面 去關起來了 你有必要因為 一時的生氣 害了別人 又害了自己 這是現代 而如果是古代 你的爸爸媽媽 就沒有人照顧了 這不是疑惑嗎 一時的生氣 做了 頭腦不清楚的事情 度惑之色 那為什麼會惑呢 腦筋不清楚 為什麼會度呢 不肯靠自己的實力 來成就自己 都想要一本萬利 都想要事半功倍 想要取巧 想要討好 討好不成呢 那就是怨恨 就是會有度惑之色 所以呢就是 就是小人 不靠自己的努力 得到自己該有的東西 就會有很多的 表演的手法 在跟別人互動 因為他所有的活動 是在表演的狀態 所以就會什麼 冒昧無常 忽兒對你好 忽兒對你不好 忽兒站在右邊 忽兒站在左邊 機器動作 蓋病 延遲 他的肢體語言 也很奇怪 他的語言 都很奇怪 好 事故啊 其言甚意 金色不從 終有回語 所以我們要懂得看 他講話的時候 講話的內容 都是支持你的 贊成你的 讚美你的 所以他講這些 讚美你 跟支持你的話的時候 他臉上的表情 是跟我們電視上 看那些 演技不是很好的 演員的臉上的表情 是一樣的 所以他演出的那種表情 金色不從 他不是真心的要讚美你 不是真心的要支持你 他只是在表演支持你的 立場 然後取信於你 取悅於你 想從你身上得到好處 所以講好聽的話 但是內在的心情 並沒有真正快樂 高興 忠有為業 他的內心還在算盤 計算其他的一些利害關係 好 其言有為金色可信 慈不明也 他看你就是一副善良的眼神 他對著你微笑 然後說 我才不喜歡你 我不想聽你的 我不想幫你做這件事情 那其實呢 他根本就會幫你做這件事情 他也願意幫你做這件事情 只是呢 他覺得公然在你面前 講讚美你的話 是一件很噁心的事情 他只能過於正直 就是孔子在倫意裡面所講的 剛意木嫩 剛意木嫩 敬人 他呢 嘴巴裡吐不出 太慘媚你的話 所以他只能反過來 只能講一些反話 但是實際上呢 內心對你是真誠的 他本性也是善良的 各位同學 人要本性善良 才可能對別人真誠 人本性不善良 對所有的人都不會真誠 對他有利的人 他也不真誠 對他有害的人 他更不真誠 一個本性善良的人 才會對所有的人真誠 對他好的人 會對他非常的好 但是嘴巴裡頭 不會講太多的好話 即便對他不好的人呢 怎麼樣 以直抱怨 也不會去傷害對方 那如果對方因為 壞事做太多了 惡貫滿 被大家拳塌腳踢 躺在地上呢 他會發揮宗教家 慈悲的精神 去保護他 不要讓他被打死 回去救他 以德而抱怨 要明白嗎 這就是人生的場景 所以你的好朋友 都不會特別說你的好話 但他從來就是關心你的 他看你的眼神呢 永遠是柔和的 他雖然不會講什麼好聽的話 給你聽 但是呢 他是你真正的好朋友 他不習慣用 慘媚的語言來講話 特別是這種本性善良的人呢 不想貪別人的便宜 你不想藉由語言來慘媚別人的人 就會是孔子所講的 剛毅慕諾禁人 敏於慈而諾於言 怎麼有這種話呢 該輪到你做學術發表的時候 敏於慈 學術發表完了以後 在喝咖啡的地方 寒暄的場合 樂於言 各位能明白嗎 這才是人生的場景 正式的場合 你敏於此 非正式的場合 不要在那邊炫耀 樂於言 這表示你是真的肚裡有禍的人 好 也未發怒色先見 義憤義也 人啊平常不要處於生氣的狀態 有生氣的呢 就想辦法盡快把它消解掉 如何消解呢 你平常 捨不得吃了好東西 這時候跑去吃一吃 平常捨不得花了錢呢 要去給他花一花 在別的地方滿足一下自己 就可以平衡回來 因為你處於生氣的狀態 特別是在正式的場合 會壞了自己重要的事 在正式的場合 不要處於生氣的狀態 一不小心得罪了 不該得罪的人 那至於該得罪的人呢 那一定會得罪 因為生氣的時候呢 言未發怒色先見 言將發怒氣送之啊 因為你覺得你被強迫 你被威權壓抑 然後你想反抗 所以呢 一講話一開口 就是像吃了炸彈那樣的話 得罪的人沒有必要得罪的人 講錯了話 所以人在正式的場合 一定要心平氣合了以後才進去 如果你在正式的場合 如果沒有心平氣合的話 你就不要去 至於私底下的場合 當你在生氣的時候 你一定要避開 否則呢 私底下的場合更容易暴衝 只不過各位同學 你同寢室的室友避不開你啊 你回到家你的家人也避不開你 所以你同寢室的室友常常會 收你的怒氣 你的家人呢也會收你的怒氣 自己要明白 他們都是無辜的受害者 這樣 所以不要對自己的好朋友 室友 家人 把別的地方的怒氣 送到他們的身上 好 各位同學 人為什麼會憤怒呢 那太多原因了 講不明白 有時候是你自己不對 有時候是別人的不對 不一定是自己還是別人的不對 但總之呢 人有怒氣 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重要的是 趕快調理 調整好 否則呢 會傷害了身邊 愛你的無辜的人 也會破壞了你自己 好不容易辛苦 建立起來的社會大眾的形象 以及機關體制裡頭 有正常的人際關係 所以 再度回到 人物制一開始所講的 最好的個性 是處於什麼樣狀態下的個性呢 平淡 平淡 平淡能夠讓你永遠處於 不敗之地 所以大學有講 定靜安律德 之子而後有定 定而後能靜 靜而後能律 律而後能安 安而後能德 為什麼能夠得呢 因為你處於 心情平靜的狀態 你才能夠定靜 安律 想得很清楚 不會頭腦不清楚 最後會有所得 但你如何能够處於定的狀態呢 大學知道在明明得 在清明在職之下 知止而後有定 一個人如何能够處於 平靜的心理狀態呢 因為你有目標 知止而後有定 大學知道在明明得 在清明 在止於至善 止於至善 你要追求人生的最高的境界 為天下人服務 成為一個社會有用的人 因為你有這樣的理想 因為你有這樣的人生目標 這就是你的止 止就是你的目標 知止而後有定 因為你有這個目標 所以你能夠穩定自己 但你會碰到生氣的事情 會有生氣的時候 但因為你是個有理想有目標的人 所以你能夠平靜 在你有理想有目標的時候呢 你能夠定靜安律的 才能夠做最重要的事情 我之前就很明白一個道理 如果你要寫論文 不能處於生氣的狀態 你要發表論文 不能處於生氣的狀態 你要讀書研究一個東西 把它搞清楚 你不能處於生氣的狀態 你一定要處於心平氣和的狀態 否則明天要考試 你現在正在生氣 叫你去讀那些考試要讀的書 你眼睛看到的是書本上的字 你腦袋想到是那個壞蛋 是那個讓你生氣的人 你很討厭他 可是他就是整個臉在你的面前 你怎麼甩都甩不掉 這樣你是沒有辦法做精緻的事情 各位同學 厲害的人都是做精緻的事情 門檻高的事情 做精緻的事情需要精緻的頭腦 精緻的頭腦只能發生於心情平靜的時候 所以如果欲望過多 貪念過重 常常處於患德患失 前面講的度禍之情 冒昧之色 你這個人學不了精緻的武功 做不了精緻的事情 寫不出深刻的論文 這樣子 場合上發言呢 很普通的發言 了不起很情緒的發言 把鬧笑話當幽默感 其實不是幽默 只是鬧笑話而已 好 不能再場合生氣 隨時都要調理自己的情緒 如何能够調理自己的情緒呢 因為你是個有影響 所以你立刻可以收得回 凡此之類啊 爭見於外 不可掩违 雖以為之 金色不從 感各一名 隨便可知 什麼意思呢 你內心有興奮的快樂的 或憤怒的不高興的情緒 一定會在你的橘子當中顯現出來 你遮蓋不了 別人呢 也一定看得出來 一定會在某種橘子裡面 你就流露出去了 所以呢 雖然你表面上做了一些遮掩 但是呢 會看的人 就看明白 甚至你雖然表面做了遮掩 在別的時候 某些細微的動作上 你又流露出去了 所以 爭見於外 不可掩违 根本就已經爭見於外 根本就在你的肢體語言裡面 已經流露出來了 雖然想要遮掩 金色不從 金色是你控制不了的 講話的內容 你可以控制 但講話的聲調 你不能夠控制 講話的 臉上的表情 你不能控制 譬如說 我非常的高興 這樣子 明白嗎 你就很生氣嘛 他就說我非常的高興 就是 金色不從 就 這就是什麼 前面講的 凡事必有度 如果不度 就是不符合他的常情 那肯定是你內心 有別的狀態 好 這個 觀其所有以便依次 這課有點難 叫你去分辨 這個人是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有點難 所以這個 我直接講 他的意思就好 不要進行句子 不然句子 我要講很久 他的意思就是說 正直的人 會指責別人 不應該做壞事 但是我已經強調過 各位同學 朋友有過 要歸勸 但絕對是 私下的場 和言悅色 那你真的是為了你朋友好 好意 歸勸 那他不聽就算了 就不用再講 人家不一定會聽這樣子 看對方的程度 朋友有過 你規勸 然後呢 急眼力色 很抱歉 急眼力色 人家就不聽 不相信我對你急眼力色 你會聽嗎 急眼力色 人家手心就不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在公開場合 急眼力色 對著所有人講 我這一切都是為了他 他做了一件非常不對的事情 我怕他繼續犯錯下去 所以我要指責他 制止他 絕對不能夠再這樣做 請問你是在規勸朋友呢 還是在藉著指責別人 彰顯自己的道德 以獲得團體裡面的某種利益呢 答案就是後者 你在践踏別人 這就叫做什麼 設立 公開場合 罵人罵給別人看 爭取自己的利益 這不是在規勸朋友 就在践踏別人的先邪 藉由別人的先邪 然後自己登上要得到的利益的高位 所以呢 正直的人 被規勸朋友的過錯 這叫做截 但是呢 一定是私下的場合 和緩的口氣 所以當人們在規勸別人的時候呢 是因為他是正直 但是小人就藉由 規勸別人指責別人的錯誤 來彰顯他是正直 其實他根本就不正直 他根本就是在攻擊別人 在打擊別人 在踐踏別人 而這些攻擊打擊跟踐踏呢 目的是為了自己的私利 甚至呢被他指責的對方 並沒有那樣子 或者他是小提大做 或者是他是刻意的挑剔 這就叫做什麼 一截四直啊 好像是正直 其實不正直 以截截善 就由責備別人的不對 然後來什麼 傷害好人 善就是好人 好人 善就是好人 其實在傷害好人呢 這樣子 那一個人如果 本身就是壞蛋 純潔性為不能公正 他從來就不會狗嘴吐不出象牙出來 講不出道德仁義的話 他一上來就是髒話 一上來就是利益 一上來就是欲望 這種人呢很容易辨認 他根本也不遮掩 明白嗎 他寫著我是流氓 若要從此過留下買入財 此路是我開 他擺明他是壞蛋 不能公正 現在有人擺明自己是好蛋 明白嗎 但他是壞蛋 叫做一截四直 這話的意思是這樣的 一截四直 他擺明了自己是好蛋 但是他在罵好人 其實他自己是壞蛋 那真正的壞蛋呢 就擺明我是流氓 這樣子 那你不會被騙 你只乖乖交錢就好 要不然就是報警 要不然你拳頭比他大的話 你就一拳把他打下去 但是他現在擺明是好人 叫做一截 好像是正直的 但卻是在無端的辛勤事端 攻擊好人 傷害好人 好這是截跟子 另外呢 這個蚕跟流 好像上次講過我講過這個 狂蕩跟瀟灑是不同的 這個 本來就是惡人 他也不跟你講什麼理 也不跟你講什麼規矩 他就是把你東西搶走拿去吃 就是這樣 但是呢 這個有些人呢 卻假裝瀟灑 其實是狂蕩 瀟灑的人呢 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然後呢 其實你已經得到利益 可是呢表面上呢 他對你呢 這個就好像不讓你得到利益 那其實你該得的利益已經得了 狂蕩的人呢 絕對不會讓你得到利益 瀟灑 偽裝自己是個有能力的人 只不過瀟灑 瀟灑 瀟灑的 其實他根本就沒有服務的真誠 根本就沒有把公家的事情做好 存檔四流啊 不能通道 不能把事情做好 那就 沒有 擺明他不是好人 但呢 一旦四通 行傲過激 什麼意思呢 就是假裝瀟流瀟灑 因此在瀟流瀟灑的狀態下 他可以過激 凡事不渡啊 必有其故 他就是呢 離開了那個渡 他會過激 這個過激就是他要的利益 他要的只是過激的利益 而不是什麼通道 就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言行举止行為瀟灑而已 好 故曰啊 職者一劫 劫者一劫 其劫則同 其所以為劫則一揚 正直的人 會規勸朋友的缺點 但是各位的我已經講一萬遍了 你千萬要記得 以此來衡量自己行為的標準 作為衡量自己行為的標準 你是真心規勸 私下場合 兩個人 和言悦色的講 讓你真心對他 你對他極言力色 讓你修養不好 你在公開場合 極言力色也好 和言悦色也好 你都是在利用別人的缺點 來嚷夺自己的利益 這個絕對不是規勸別人的行為 我已經講過 這怎麼做區分呢 公開場合 別人就算是小人 你也要怎麼樣 對事不對你 明白嗎 對方都是小人 你都還不能夠做人身攻擊 否則你準備跟他當醜人 明白嗎 之後你沒完沒了 有智慧人就不跟小人為仇 但是公事公辦 但是對事不對人 把事情朝向對的方面扭轉就好 不要做人身攻擊 這樣子呢 公家的事情不會敗壞 小人呢 你也不必跟他變成仇人 好了 現在你說那個人是你的朋友 結果你在公開場合 指責他的不是 做了人身攻擊 你覺得你到底是在為了什麼 你並不是在談某件公家的事情 你直接就做人身攻擊 這絕對是不對的 不是說不對的 這絕對是你的心 並不是為公也不是為朋友 你肯定是為私 然後你是利用朋友 來建立自己的公眾形象 講多利益 所以為節則義啊 通者義盪盪者義盪其盪之同其 所以為盪則義 能夠把事情辦好的人呢 他有時候也會稍微過節 不度 因為他有點興奮 或者開你玩笑 所以他該做的事情已經做了 該捐的錢已經捐了 該辦的活動已經辦完了 該做的事情已經做好了 通者義盪 盪者義盪 但是狂盪之人 行為是不守規矩的 不守規矩呢 還破壞秩序 還破壞既有的建設的成果 他們這種表面的瀟灑是一樣的 可是呢 之所以瀟灑的背後的真正的心態呢 是不一樣的 瀟灑的人 該做的事情做好 然後開你玩笑 表面上不守理法 小人呢 小人呢是直接不守理法 他就要那個不守理法的利益 但他沒有為公眾服務 差別就在這裡 好怎麼做區別呢 正职的人會結 對不對 但是一定是瘟 瘟 瘟是什麼意思呢 私下場合 和顏悅色 歸勸朋友的過錯 這叫做正職 而表達的方式是溫和 這是有道德的 職日而浩劫偏 正職的人 但是他是在私下的場合 然後呢 極言力色 這樣不好 偏 可是呢 這還不是壞事 壞事是什麼 結而不值啊 結而不值呢 私下跟你是很要好的 公開的場合呢 就指責你 讓他得到利益 那為什麼私下對你很好呢 因為他也不想跟你去表面的場合 但是呢在公眾場合他要傷你的 結而不值啊 一就是假裝的 好道而能結通 好 該做的事情做好 有原則 有進度 然後呢有節度 這是通達的人 但是呢 有時而過 而時過折 就是開你玩笑 讓你緊張一下 或者是故意裝的 讓你擔心這樣偏 這不是很好 但不是壞事 蕩而不值 該做的事情都沒有做好 然後呢又行為舉止過度 那這個人就是破壞秩序的人 這個人呢就是不管公家利益的人 我行我素的人 好 偏與依 志同直為 似是而非 偏不好 所以不要偏 但偏不是壞事 依呢 就是壞事 因為他是假裝的 假裝藉由這個偏得到利益 但沒有那個本質 好 以上呢是 似是而非 似是而非 還有下面幾種 各位朋友這個都還蠻需要 很清楚的講給大家聽 那你明白這個道 以下還是似是而非 輕諾 似烈而寡性 輕諾 似是而非 因為他是似烈而寡性 什麼意思我要說的讓你明白 輕諾就是 沒問題我可以做到 沒問題靠我的可以 一副風消消息溢水寒笑 壯士一去膝不復返 再大的困難我一肩挑 其實不是啊 沒有去算計這件事情的難度 場合上要出風頭 甚至場合上要先搶利益 先搶到利益再說 事情辦不辦呢 不一定辦 甚至一定不辦 所以這是有可能是 最大的惡禮 場合上 團體裡面承諾承擔公共責任 很輕易的就承諾 每個場合都承諾 這個人可能是最壞的 大家在開會 對敵軍來公 哪一個人做將軍去應對 這樣 一般的人不太敢承擔這樣 因為這是一種兼具的任務 大人說我來 這樣沒有問題我一定可以 那些人絕對不行 那些人根本膽小鬼 那些人沒有作戰能力 那些人過去的戰功都是假的 為什麼立刻說我來呢 他已經通敵了 所以最好把兵符交給我 立刻就能夠做別的國家的大官 好各位同學 人在公式討論的時候承諾承擔 如果你是負責任的人 你心裡想到了什麼 後面一連串的辛苦的事情 那你是負責任的 你不會輕易的承諾 承諾呢 千軍重擔押尖堂 可是各位的你要曉得 我現在教你 我現在告訴你 我不是在教你 你千萬不要學 一個不負責任的人 可以在很多的場合 都承諾我願意做這些事情 好 所以你們現在已經從二十歲 立刻提升到四十歲 你現在有四十歲人的心境 聽我講一下的話 根本不願意負責任的人 會在許多的場合 承諾我要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 他要的只是密碼 當他承諾了以後 這間辦公室的鑰匙就交給他了 這一筆經費的帳號密碼也交給他了 以下的人事任命權也在他的手上 這樣子 反正這件事情要五年才能夠完成 但是呢 五天之內 錢在他手上 辦公室的空間在他手上 一堆物資的資源的分配權在他手上 一堆人事任命的 人事任命權在他手上 他要的就是這個東西 要明白嗎 過了兩個月又開另外一個會 沒問題我來 其他人都不行 那人能力都是假的 過去的功勞都是騙人的 只有我忠心耿耿我來 他又說要承諾了 偏偏這時候碰到一個笨蛋的國君 或者沒有經驗的主席 或一群烏合之眾的委員 然後權力又被他拿走 這樣明白嗎 資源又到手了 不負責任的人 比負責任的人 竟然更勇於承諾 承擔重責大任 各位同學 一個團體老是被這種小人 去承擔重責大任 這個團體肯定要垮 這個團體肯定沒有能人 肯定要垮 侵略四裂而寡性 現在這句話明白了嗎 他不太可能做到 他竟然承諾願意做 他沒有經驗呢 他竟然承諾願意做 他已經前面很多事情都還沒完成了 只是delight還沒到而已 他怎麼又承諾了這件事情 因為他在提槍快保前進 你們這些人都動作太慢了 你們這些人都膽小怕事 他不怕死 他臉皮厚 他什麼利益都要 什麼重大的責任 他都承諾而承擔 明白嗎 所以在座各位朋友 你們這樣如果要從政法 非常明白這個道理 權力的利益是大於一切 各位朋友我絕對不再教你們做壞事 千萬不能夠這樣去承諾 去搶利益 但是權力的利益是最大的 所以你承諾了 得到了做事情的授權 其實你就已經擁有非常多的利益 小人 惡人不負責任的人 他要的是這些利益 不是要去做那件事情 所以你沒有做成 碰到一個昏庸的國君 也搞不清楚他做成做不成 本來這件事情做5年 到了第4年發現做不完 再追加3年的預算 他又繼續吃香喝辣3年 這樣子 到了第7年 他還是做不成 再追加5年的預算 他又繼續吃香喝辣 總共13年 我有沒有算錯 5、6、7、8、9、10、11、12、13 也算錯 數字隨便 這樣明白嗎 清諾 清諾 所以在一個團體裡面 如果你不想公家的事情敗壞 你就不要輕易的讓別人承諾 承擔這件事情的承辦去 否則這件公家的事情會壞掉 不是有人承諾 這件事情就能夠成 明白嗎 有人承諾 可能正好就壞了 沒有人承諾 你來做辛苦一點 這件事情不會壞 被別人把權力拿走了 這件事情就慘了 因為你不關心公家的事情 所以你也不想去承擔 有人承擔就好了 偏偏就有聰明厲害 心腸不好的小人 整天來包攬工程 承諾種種的事情 因為他立刻就可以得到利益 好 聽完這一段 有沒有覺得你突然年長了20歲 成熟了20歲 40歲的人聽才聽得懂 多益勢能而無效 前任社長辦了一個年度最好的活動 是這個營隊的活動 你不曉得那個社長從大一 他從高中就參加過這個戲辦的活動 然後從大一就是成員 就已經是幹部了 就當他到大三擔任這個社長 擔任執行長 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他同腦已經規劃了好多年 想做了很多的準備 所以辦了一個最大的活動 最成功的活動 旁邊看著他辦活動 辦了這麼風光的同學 學弟學妹 以為自己也可以 就說自己要來做 而且把這件事情說得很簡單 那你就錯了 一件成功的活動 絕對是非常多的細節 每一個細節都被考慮到 參與活動的人呢 輕輕鬆鬆就得到了非常多的東西 它不是簡單的 你把它看簡單你就錯了 你可以來承擔責任 可是你千萬不要把它看得太簡單 任何小事情都不是小事情 像我們老師常常參加學術會議 有些學校辦的學術會議 就很缜密 有些學術會議呢 當你想到什麼的時候呢 什麼的資訊還沒出來 當你想要什麼問題的時候呢 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還並沒有 那就知道這個活動 這個會議辦得非常的疏劣 那可能就是一些 以為事情很容易辦的人 在辦這個活動 任何事情都不是太容易 你都不要覺得太容易 覺得太容易 其實就是你自己是無能 是能而無能 無效 你做不到那麼整 結果呢 辣東辣西 你達不到那個境界 敬銳四驚而去樹 有些人就好表現 好奇寶寶 好奇寶寶 什麼事情都有興趣 什麼事情都想搭一講 什麼事情都想扮演一個角色 什麼事情都是跟風 什麼事情都跑在最前面 但什麼事情都只有三分鐘熱度 所以跟得很快的 好像了解很多 其實每一件事情 每一個活動都有許多的細節 每一個部門都有許多的細節 不要以為你在每一個部門都能夠跑得很快 不要以為你在每一個活動都能夠扮演重要的角色 而且把事情做得很好 沒有那麼簡單的 好奇的人 好出風頭的人 就在所有的場合出現 所有的活動出現 所有的部門出現 但是呢 每個地方呢 都沾一下 碰到需要耐操耐勞 那一般辛苦的環節的時候呢 他不在場了 去速 退速 好 科者視察而視乏呢 有些人做督導 做督察 做檢察的人 然後呢 會挑剔毛病 有些毛病呢 是經驗豐富的老師傅 看到問題的關鍵 但是有些問題呢 是沒有經驗的人 在事情的表面上做文章 真正會自做事情 覺得你挑的更不重要的事情 但是旁邊聽 這討論的其他的成員呢 不是專業的 所以呢 就花很多時間在討論 這個人所提出的問題 該如何解決 並且對於那個經驗豐富的人 所提出的答案 十分的不滿意 因為經驗豐富的人呢 如果不懂應付小人的話 經驗豐富的人會說 這個問題根本 一點都不重要 這個督察員呢 在亂搞 天啊 得罪人了 那委員一聽 承辦人說 督察員在亂搞 委員反而會認為 這個承辦人員呢 根本就不負責任 沒有用心 沒有做好萬全的準備 而且呢 態度不好 建議他的主管 把承辦人給換掉 科者視察而視白 他根本不是真正的專業 卻在四面八方找出了問題 然後來要求你趕進 要求說明 視察 視察 各位同學 學術的世界就有非常多這種假的學術 假的學術 假的學術 四面八方都可以找問題 視察 視白 只是在那邊浪費時間 公務員啊 該做事去做事 開會也是一種事 所以就一直開會一直開會 天天開會 而且每天開很多會 而且標榜自己每天開很多會 每天開很多會 你就是沒有時間做事 所以是沒做事 你所做的事情就是製造會議 如果製造會議呢 你只要視察 科就能夠再度製造會議 這樣明白嗎 所以一件企劃可以談兩年 這樣 啊 厲害的人 那件事情兩個月就已經做完了 啊 科者視察 開會討論兩年 還沒開始做完 這樣明白嗎 所以 我們很歡迎批判精神 提問題 但太多問題 是外行的問題 是為了問問題 而問問題的問題 是為了光開會不必做事 而開會 所開的會 所問的問題 但是沒有經驗的人 沒有能力的主管 就會把資源浪費在這種 沒有意義的問題上 然後呢 跑龍道的人 看熱鬧的人 也不想付出力氣的人 也就陪著談這些問題 談問題很容易啊 但是真正的事情呢 就被耽搁了 耽搁一天 耽搁一星期 耽搁一個月 耽搁一年 耽搁十年也有可能 人一輩子就這樣被耽搁掉了 批判精神 當然很好 但是你如果沒有讀十本書 你只看兩頁就在提問題 你也很有批判精神 不懂的就陪你談得很久 一個學習這本書就讀了十頁 大家都在批判 假學術 明白嗎 假學術 你要提問題可以 這本書讀完 讀三遍都明白 很多問題讀三遍已經自己解決 既然讓你發現重要問題 天啊 你是個天才 你將來會是這個行業的佼佼者 這個行業的創造者 那你如果只讀了兩頁就要提問題 你當然可以提問題 然後呢 那個回答你問題的人呢 他也只讀了四頁 你就會拿你小學時候的程度 的經驗 的知識 來討論這個問題 並且可以討論三天三夜 與此 專業的知識 毫無干系 假學術 好 詐詩 詐詩 似惠而無忠 這跟輕諾刺裂而寡性相 的 怎麼要詐詩呢 說好要給 好像是很好心腸的好心人 善心人士 結果都沒有拿出來 那這個詩呢 就是詐詩 為什麼要詐詩呢 因為他要四會 四會是什麼意思呢 就好像是好人嘛 他想做好人嘛 好人在做好人的時候呢 都是什麼 為善不遇人之 壞人在做好人的時候呢 就是為善遇人之 但是結果竟然也沒為 只是說要為而已 所以各位同學 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們不禁懷念其孔老父子所說的那句話 鋼毅目睹 禁人 會說有什麼用 常常說的是假的 不說會做才是真的 詐詩說了 四會 沒給 那本來這個團體 那本來這個團體 弱勢團體 等待救濟 有人要救濟 結果這個詐詩的人說要救濟 而且救濟很豐 所以其他本來準備好要救濟的 因為他也不是那麼 這個財力雄厚 既然有人要支持 那他就可以不支持 結果等了一個月 你沒有真正的給 害這個弱勢的團體 那就崩解 或事情呢 就失敗了 好 念從四周五而退回 好 我有一點覺得我在告訴各位怎麼做壞事 那你們千萬不要學這些壞事的招數 忠心耿耿 對不對呢 當然對呀 當然好啊 古代的儒者做官 要忠於國君 因為在儒者的心目中 國君呢 就必須是什麽 行人正 愛百姓 好的國君 所以他期望國君是好的國君 然後呢 要求自己為國效忠於國君 交付的任務一定去辦 但現在呢 卻有人 卻有人 藉由忠心耿耿 而怎麼樣 逃避責任 其做法就是面從 什麼是面從呢 你爸媽媽叫你做一件 你說好了好了 結果一個小時過去你還沒去做 叫你去做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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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就回去做 就過了兩個小時你還是沒做 這樣明白嗎 你這叫做面從 叫做四中 根本就不想做 你只是借由 好了好了 把你爸爸媽媽 打發掉 在職場上 職員會不會藉由面從 把老闆打發掉呢 會碰到笨蛋的老闆的時候 這招最管用 所以各位同學 你要做老闆 當然可以 你要十八般武藝 真的很有本事 你再去做老闆 否則你的職員會把你騙得團團轉 答應你願意為你做事的職員 其實就是不願意為你做事的職員 因為他知道你根本不明白 這件事情該怎麼做 什麼做才叫做做到位 百分之十到位 還是百分之百到位 還是百分之兩百到位 你怎麼衡量這個標準 真正忠心耿耿的人 不會輕易的答應你 答應你了以後呢 他會認真的去做 不會輕易的跑出來跟你講說 他已經做好了 就算他做好了 他也不會急著跑來跟你講說他做好 如果你正在跟別的長官講話 他根本不急著告訴你 所以當你問他的時候 還沒做好了 開你玩笑 要瀟灑一下 這才是對你忠心耿耿的 對你不忠心耿耿的人 你要求他做事 他立刻說好沒有問題 然後你就以為這件事沒事了 一個月以後這件事應該落實 但是你忘記了 半年以後你想起這件事情 那你問他 他說啊 那件事情啊 後來因為誰誰誰呢 並沒有把公文呢 送到我們這個部門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靜止下去 所以現在最重要就是追查那個公文 現在跑到哪裡 至於那個言蕩公文那個同事 主任我跟你講 你最好要懲罰他 他不只為自己脫罪 他還能害了另外一個呢 他討厭的人 同時呢 所有這些講話的過程當中 你是被他輕視的對象 他非常的輕視 這樣明白嗎 一個人要做老闆要非常有本事 你的部署在跟你說yes的時候 你要知道他心裡想的是yes還是no 你的部署在跟你說no的時候 你要知道他心裡想的是yes還是no 還有 你對於你交代的事情 這件事情的內涵是什麼 你要非常的清楚 一個月以後要驗收成果 你自己都忘了 為什麼 你在外面花天酒地 你當然就忘了 你自己也是貪多無厭的人 又在要別的利益 你當然也會忘了 反正那件事 是人民百姓的事情 又不是你自己家裡的事情 你就會忘了 半年以後你想起來 隨便一句話就把你搪塞掉 明白嗎 所以各位同學 應付愚笨的長官 說no是錯誤的策略 說yes才是正確的策略 明白嗎 所以長官希望自己不能夠說笨蛋 無能用 否則狡猾的部署 有太多招數可以騙你 面蟲就是騙你最好的招數 什麼是面蟲呢 什麼事情都說yes 所以各位同學 當你想要找別人幫忙的時候 好沒事沒事沒事 沒問題沒問題 當他用非常極蠢 快速快速的語言的頻率 在回答你的問題的時候 他的意思只是說 你點點啦 不要再講我不想聽 好了沒問題沒問題 明白嗎 要會聽啊 不容易的功課 我今天又害大家老了20歲 好我們下課休息一下 好我們繼續上課 我們剛剛講到面蟲似中而退為 此似是而非也 面蟲似中而退為 就是這個人太聰明了 似兩波千斤這樣 不用花一大堆的力氣跟老闆解釋 為什麼你沒有辦法承辦這件任務 有人說好沒問題我來做 只是你後來不做而已 臉皮夠厚心腸夠黑 對老闆呢 夠瞧不起 老闆這樣做真的是 何必做老闆 但有些長官就是他自己 根本不了解 他的業務是什麼 所以人家這樣騙他呢 他也只好被騙了 好這些都是似是而非 也有是非而是啊 大權 世間 而有公 好 有公是什麼意思呢 真正照顧了百姓的福祉 這就是有公 為什麼世間呢 因為 他連小人的利益也照顧到 他為什麼可以照顧小人的利益呢 他真正掌握了私權 大權 真正掌握私權 為什麼要照顧小人的利益呢 因為小人的利益就是皇帝的欲望 那你如果沒有照顧小人的利益 那小人就找你麻煩 那你事情不好做 你這大權也會丟掉 小人就是沒辦法做大官 可以做大太監 沒辦法做大官 他雖然是大官 他的行為像個大太監 他就是沒有辦法做大事 就是需要你來做大事 你的任務是做大事 不是來朝廷逞奸除惡的 朝廷裡面的奸惡呢 都是領導者的欲望 把這件事情看透 你就能夠做大官 也能夠做大事 如果你是三十歲 你是看不透 如果你是七十歲 你一定看透 但七十歲太晚 你至少三十歲就看透 最慢四十歲要看透 你就能夠做大事 做大官 長大權 又真正照顧百姓的補举 大權是奸 不是奸 只是他沒有去找小人的麻煩 沒有在朝廷裡面 逞奸除惡 是不是逞奸除惡的結果 就傷了皇帝的金脈 傷了董事長的金脈 就是這樣 所以一個領導者 你有德 就有多少人才 你有欲望 就有多少小人在你身邊 所以人才呢 也必須跟你身邊的小人 與狼共 世間而有公 他實際上 把該做的事情做 大智似于而內明 前面不是講嗎 以民為悔 誰 是什麼 智慧 為什麼要以民為悔呢 我不需要揭曉你的窗疤 跟小人正面衝突 修於小人為仇 小人自有對頭 小人的對頭是誰呢 來想一下 有沒有答案 我很喜歡自己問自己的問題 問問答案就有了 修於小人為仇 就是蔡根坦要講的話 小人自有對頭 各位 小人的對頭是誰 就比那個小人還要更小人的小人 就是小人對頭 他每天欺負好人一定會得逞 但欺負壞人一定不會得逞 這樣子 那欺負好人為什麼總是會得逞呢 因為小人好意思 因為小人好意思 用不要臉的手段 但是好人不好意思 用不要臉的手段 這樣明白嗎 叫做什麼 吃 就是 乘以修物 此讓是非 四端心 人皆有 修物之心呢 別人好意思為惡 我不好意思為惡 小人好意思用不要有的手段 傷害好人 好人不好意思用不要有的手段 傷害壞人 就這樣 可是人物之前也不是有告訴我的嗎 這個 你的行為是非常的猛烈 可是呢 你是為了幫助好人 然後去遏制壞人 所以雖然你的手段非常的慘烈 但你不是在為惡 是在為善 好 這些話都可以聽進去 那總之呢 大致似於而內明的意思是 好不必跟小人撕破臉 然後去做對大眾有益的事情 這樣就好了 你都沒有說破 他以為你不知道 覺得你很笨 其實呢 你只是似於 你根本就非常清楚 你把這個應付小人消耗的資源 當作做好事 必須付出的代價 如此而已 就代價多一些 所以很多君子太正直了 不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 反而大事辦不成 所以呢 就要好好地考量 應該怎麼樣 才能夠真正幫助社會百姓 這叫什麼 似非而是 似非而是 比似是且是 因為這個世界呢 本來就是 這個善惡同在 真偽難辨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分辨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分辨 似非而是 真有智慧的人呢 在小人眼中看來 根本就是個笨蛋 所以小人很喜歡這個好人 什麼事情都他去做 然後自己坐享其成 這個真正有智慧的人呢 就希望小人呢 什麼事情都讓自己來做 並且呢 滿足了 坐享其成的私欲 各位同學 坐享其成的小人 會不會破壞這件大事呢 會不會 明白嗎 你的大事就不會破壞 他等著分一杯羹 幹嘛破壞你的大事 公共工程建設 他幹嘛阻礙 重要的政治法案 他幹嘛阻礙 他等著坐享其成啊 所以 似是 似非而是 有大智慧的人 把他當作 這只是你必須付出的代價 只是這個代價呢 是以利益 作為他的內涵 如此而已 本來利益是要利益 給社會大眾的 那你要切一部分 也給小人滿足 似於 而內你 老子已經講過了 上是為道 情形之 中是為道 若存若往 下是聞道 大笑之 不笑 不足以為道 上是聞道 有智慧的人 聽到有智慧的話 立刻就去做 中等資質的人呢 聽到有智慧的話 若存若往 什麼意思呢 三天打雲兩天賽網 進兩步退一步 進三步退兩步 我們絕大多數人是這種 但如果小人 聽到有智慧的人 做有智慧的事情 在小人的眼中 這根本就是一件 愚笨的事情 下士聞道 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為道 老子這句話 就太傳神了 小人看到有智慧的人 做一切的辛苦的事情 卻不介意 好處被小人 分一杯羹拿走 他肯定覺得這個人 是個笨蛋 各位小人也是很善良的 你知道嗎 小人會很善良的照顧這個笨蛋 會說這個笨蛋的好話 會維護這個笨蛋呢 他的政治上的權利 明白嗎 因為他也在維護他自己的利益 所以小人呢 也可以對你有所幫忙 所以真的要成大事的 要明白 事情的艱困 已經很艱困了 在人際關係的處理上 要盡量省力為人 用一些利益去換 就換掉吧 當作成本 這裡不是決戰的重點 決戰的重點是 人民百姓的生活 有沒有被照顧好 那才是決戰的重點 把力氣放在跟小人爭鬥 彰顯你的道德崇高的傾向 好 一絲這個玷污不得 然後呢 但是國際民生的事情呢 一個禮拜過去了 一個月過去了 半年過去了 一年過去了 四年過去了 八年過去了 沒有推動 那就是失敗的 所以讓小人 快樂吧 讓小人覺得 你很笨吧 其實你太聰明了 你花了最小的成本 達到了天下最大的利益 大致 似於而內嬰 不愛似虚而實厚啊 不愛就是太大的愛 寬度太寬 厚度太厚 深度太深 以至於 對你沒有任何的要求 因為對你沒有任何的要求 永遠等在那裡 反正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 反正最後你會幡然悔悟 因此不做什麼要求 自虚 時候啊 因為它是無論如何 不會放棄的 所以呢 不會尖銳的 指責必結 來對你結 指責你的過失 他不會做這些事情 但是呢 真心的 關愛你 你以為他不要求你 就是縱容你為惡 錯 他只是內心在流血 想著 什麼時候 你能夠用自己的力量 翻然改過 良心發現 自發的動力 去成長 這樣才是更 有效的成長 他在等你啊 他可以等你一輩子 這輩子等不到 等下輩子繼續等你 這樣 國外四虛而實厚 正言四節而秦中 那這句話最容易了解 對你成長有幫助的話呢 中言逆耳 中言逆耳好像在罵你這樣 中言逆耳 中言逆耳 正言四節而秦中 完全一樣的意思 中言逆耳比較容易理解 那 對你成長有幫助的話 聽到你的耳朵裡 好像在罵你現在不長進一樣 好像在罵你努力還不夠一樣 其實呢 都是對你好的 你聽進去就好 四節 好像在罵你 其實不是 是在愛 或需要你趕快成長 好 這些呢 這個都是不容易分辨的 好像法官在法庭裡面判案一樣 好 觀其愛境以至通色 這一章的重點很清楚 就是一個重點 要有規矩 但也要有情感 靜就是規矩 但是呢 長官跟部署 水乳交融的情感 是帶領部署 更重要的原則 但是呢 又不能夠沒有階層 又不能夠沒有規矩 那怎麼處理呢 人情有愛境都很重要 愛不可少於盡 少於盡呢 官員是會跟你配合 但是呢 群眾呢 就對你怎麼樣 沒有那種向心力 沒有情感 愛多於盡 雖然官員有點不太高興 但是呢 士兵為你 笑死江場 因為他跟你有感情 他覺得自己 有些基層的民眾 管你那麼多的禮儀 管你那麼多的規矩 但是呢 他愛你 他願意為你笑死江場 至於 有社會地位的人呢 就要什麼 就要禮節 就要虛榮 就要尊嚴 那就是禁 禁也是需要的 愛更重要 禁為道 言而相禮呀 人與人之間就乖禮 其事難久 團體維繫的呢 維繫不久 就是如果你都只用法治來治苦 如果你都只用這個禮儀來互動 沒有錯 非常彬彬有禮 行為符合法度 但是呢 好像沒有情感 所以呢 有時候 有時候瀟灑一下 看你玩笑 找你麻煩一下 但是呢 真心的對你好 更能夠緊密情感 愛之為道 情輕易厚 感而失故 所以要有情感 組織的內聚力 才會真的很強大 好 具體的 操作的原則 我好像在課堂上講過 好 我再重新講一遍 原則是什麼 好各位呢 教導你進入職場 原則是什麼 長官 部署 在正式場合 以正式職稱相稱 張主任就是張主任 李主任就是李主任 然後呢 開會不可以遲到 發言呢 舉手發言 不可以沒有禮貌 要遵守整個的理解 會議場合 正式的場合 但是非正式的場合 譬如說你們一起到了 這個咖啡廳 你剛才喊他張主任 你到了咖啡廳呢 只有你們兩個人 你可以喊他小張 因為你們本來就是朋友 沒有關係 一起上廁所的時候 沒有別人 小李你剛怎麼樣 開會的時候 張主任就是張主任 李主任就是李主任 那董事長叫你發言 你一定要發言 要報告一定要報告 不可以說董事長 我們兩個人一起喝酒 喝了那麼晚 我都還沒有準備 你現在怎麼叫我報告 這話絕對不能說 在開會的時候 該報告就是要報告 這就是禁 但是呢 在私底下的場合 那你可以以朋友的關係 來互相稱謂 不過各位同學 部署通常不敢 以朋友的身份的稱謂 來稱謂長官 雖然他們過去曾經是朋友 但是呢 開會的時候 上班的時候 長官也不應該 以朋友的身份 的稱謂 來稱呼部署 這樣明白嗎 那部署更不一 不敢以朋友的關係 的稱謂來稱謂長官 但是 在私下的場合 非正式的場合 長官自己要先主動 以朋友的身份 的稱謂 來稱謂部署 欸小李啊 我跟你講 開會的時候 我跟妳講的那件事情 是怎樣怎樣 反面上妳在罵他 我跟你講這個李主任 他心裡愉快的不得 如果只有妳們兩個 私下的場合 妳還喊他李主任 他就知道 他跟你沒感情 這個長官妳就是 領薪水半製就好 如果只有妳們在 只有妳們兩個在的場合 私下的場合 他說小李 我跟你講 妳怎麼樣怎麼樣 他在罵妳 他在罵妳的時候 妳要覺得很高興 什麼意思呢 他還是很愛妳 這個董事長 當妳是他的高官 他也不高興 他找妳發洩 那妳心裡就會覺得非常愉快 還很樂意這樣 很樂意被董事長罵 回到自己的辦公室 還跟自己的同事說 哇真是太倒楣 剛剛被董事長錯罵了 妳要曉得 張主任跟王主任 從來沒有機會 在私下場合被董事長罵 明白嗎 罵主任這件事情 根本輪不到董事長來做 人事事主任去做就可以 妳居然有那個榮幸 可以被董事長私下場的 臭罵一個 表示妳們兩個呢 是鐵哥們的交情 這就是私下的場合 的情感的互動 它的功能 但是要上對下先 下對上不敢於此 除非這個下膽子很大 另外的例子 最好的例子就是戰場上 這個將軍晚上睡覺的時候 跟士兵一起睡覺 吃飯的時候呢 坐在地上跟士兵一起吃飯 那這就能夠讓士兵覺得 我們的將軍呢 跟我們呢 是真的親兄弟的關係 在戰場上碰到危險的時候呢 替將軍擋子彈 擋刀槍 擋劍 好所以呢 愛之為道 情情意厚 生而感悟 在座各位同學 你們將來都非常有可能做主管 你們將來都非常有可能做主管 你自己在做主管的時候 你一定要明白 跟其他所有的主管 包括你自己的長官 在會議場上 正式場合 就是正式的身份 正式的規矩在互動 但是在正式場合之外 一起上廁所 或者是 周末 員工旅遊的時候呢 如果你是長官 你要懂得 主動跟你的部署 與朋友的身份相處 他們就會愛你 這就是你管理的人性管理的奧妙之處 所以如果一起在遊覽車上 董事長也跟大家一起坐在遊覽車 而不是自己坐在自己的BMW裡面 然後呢 這個剪刀石頭鋪還是幹嘛 翠蘇就乖乖的唱歌 罰唱歌 乖乖的被罰唱歌 董事長也能夠被小職員 當司儀主持唱歌的節目的時候 因為剪刀石頭鋪 所以被罰唱歌 董事長就乖乖唱歌 當董事長在唱歌的時候 唱得再難聽 所有的員工心裡都是高興 因為他跟我們當作朋友相處 這樣明白嗎 所以以後你們如果自己做主管 對你的部署 在非正式的場合 你要拿出這種平等的精神 朋友的身份姿態 就能夠得到他們的真心愛戴 因為你心裡你也是真心對他們 真心把他們當朋友 可是上班的時候 開會的時候 該要求的一定要做到 就是這樣 好 第六課 觀其情機以便束貌 第六課是最重要的 第六課就是職場上的情緒管理 或者是人性管理 或者是私人利害的利益管理 好 非常重要 每一句話都很重要 人情有六基 有六種根本的原則 是所有的職場的人心中所想的 你要滿足他的所想 每一個人都是這部德性 輸其所欲則喜 他想要的位子給他 他很高興 不輸其所能則怨 他有能力 你竟然不讓他表現 他會恨你 利以則誤 你甚至還壓迫他 他就恨你了 以春選千損下之責倦 不管對你長官 對你同事 對你的部署 你對他們講話的態度 謙虛客氣 尊敬別人的口氣 每一個人都高興 你對你長官講話有禮貌 尊敬謙虛客氣 他高興 對同事有禮貌 謙虛客氣 他高興 對你的部署也謙虛 有禮貌客氣 他高興 為什麼 每一個人都喜歡被人家尊敬 會有人願意被人家践踏嗎 沒有 又不是拿到劇本要演戲 每一個人都願意被人家尊敬 都不願意被人家親切 不管對你的長官 還是對你的同事 還是對你的部署 尊敬別人 謙虛自己 永遠受歡迎 別人犯忌諱的事情 你去揭窗吧 肯定讓人怨恨你 這樣子 以惡犯固責度 甚至你態度不好 硬是要人家承認錯誤 讓人家就怨恨你了 人性六基 六個人際關係 互動 變好變壞的原則 一定要把握 好 人情莫不欲儲錢 故人之自發 所以各位同學 你如果老是在你的室友面前 在你的同學面前 講自己多厲害多厲害的話 當然假使你是偶像明星 那很好 因為人家本來就 流著口水 瞪大了眼睛 瞪大了耳朵 想要聽你講一切的 豐功偉業 但你不是偶像明星啊 你只是他的同學 不要老是在你身邊的人 不斷地炫耀自己厲害的地方 因為這樣就等於把人家壓下去 人家會覺得很累這樣子 一開始覺得很有興趣 聽久了就膩了 不要老是製造粉絲 特別是同學 當然是平等的能力 平等的關係 不要老是別人是你的粉絲 如果偶像也老是把粉絲當作粉絲 這個偶像也搞不清楚 偶像要把粉絲當作自己尊敬的 這個偶像的身份才會長久 那態度就是要謙虛 而不是老是講自己多厲害多厲害 好 誤人之自發 當一個人在誇獎自己的時候 就是想要表現得比別人更厲害 所以呢 事故自發其善則莫無惡理 自己講自己的好處 沒有哪一個聽的人不討厭 所以自己誇獎自己 都是令人討厭的 好 各位同學 你明明不具備這個能力 你卻自己誇獎自己 那叫什麼 開玩笑 當你在開玩笑的時候 你等於在貶抑自己 當你在貶抑自己的時候呢 別人是蠻高興的 這叫什麼 這叫做以淨為退 好 什麼意思呢 就是自己故意出糗 擺明了你是在出糗 炫耀自己很厲害 問題是你根本就沒有那麼厲害 大家都知道你在講假話 大家都知道你在講假話 你自己也知道你在講假話 因為你本來就在講假話 所以你是借著講假話被人家笑 讓別人站在你的上風 這是一種技巧 明白嗎 這個不是在炫耀自己多厲害 你根本就沒有那麼厲害 不是你剛剛好有這麼厲害 你也做過這個成功的事情 你不斷的講這件事情 多厲害多厲害 就令人討厭 就會令人討厭 好 人情皆欲求勝 所以喜歡別人謙虛 謙虛呢就才第一次態 由下面把別人往上推 所以呢 任何人不論他能力強還是弱 你用謙虛的態度 對待他 他一定很高興 色意臉上的表情是愉快的 所以未知啊 千下則越野 我好像有跟大家講過 一經六十四卦 每卦有六搖 不同的疾胸或腹 只有一個卦 他六搖 全部都是疾 就是千卦 謙虛這一卦 所以以謙虛的態度 在任何場合跟別人互鬥 永遠是得利的 人情皆欲演習所短 別人有短處 一定希望怎麼樣 不要洩漏 不要暴露 人家沒有自己暴露他的短處 你卻去揭露他的短處 人薄其所短 視若物貌之 等於就是什麼 你去冒犯他 這就是薄其所罰 則故 所以呢 他就跟你結仇了 這些原則呢 都是因為每一個人都想 站上風 不想屈居下風 所以呢 不要揭露別人的短處 要彰顯別人的長處 所以君子跟別人互動的時候呢 如果被小人 得罪了 什麼個得罪法呢 小人在你面前炫耀他自己做厲害 小人呢 講你的壞話 做一個君子 碰到這種情況 被冒犯了 不要計較 不計較呢 就表示 對冒犯你的人 客氣 雖然他講你的壞話 冒犯了你 但你對他客氣 他心裡是愉快的 他對你呢 不會生起仇恨 不會下更重的手來傷害你 因為你對他不計較 對他謙虛客氣 這樣 結果呢 就能夠這個壁有摘祸 這邊有一些句子掉了 好 小人就不一樣 小人就容不得被別人冒犯 容不得被別人得罪 那稍稍被別人不禮貌呢 就非常的介意 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 有些 有些專家 然後呢 你去請他幫忙做什麽事情 專家呢 一定要擺出 很高的姿態 沒有我不行 我比別人都厲害 就要對我特別的恭敬 不然這種專家 就是不太行的專家 你不請他沒有關係 小人既不來 既不見機 什麽叫不見機呢 他搞不清楚別人比他厲害很多 他搞不清楚這個場合不適合在那邊 賣弄虛偽 他搞不清楚人家是在讓他 犯錯誤 欲人順其 別人對他的態度呢 他搞不清楚 被搞錯 以仰愛敬為建議 什麽意思呢 別人知道你好虛榮 那就對你客氣 這個仰愛敬 當別人對你客氣的時候呢 其實是因為你好目虛榮 所以你會得到別人對你的客氣 小人會認為 是別人推崇我 推崇的不得了 其實不是的 是因為你要那些虛榮 人家就給你虛榮 你卻認為別人對你非常的推崇 然後呢 別人如果沒有派專車來接你 說我會順路接你 那輛車可不可以同時接三位教授 偶妖惠 就是人家認為別人輕視 非常的受不了 狗犯其雞啊 身以為怨 所以呢 很容易被得罪 那小人覺得別人得罪自己 然後呢 就要報復 所以這很難伺候 那這種人就是很愚昧的 好 觀其情機 賢彼之智可得而知啊 七約 觀其所短以至所長 這個內容我就不多說了 意思就是說 你有什麼特點 這個特點有一個真相 這個真相呢 可能是你不喜歡 可是呢 你要他這個特點 你就不能不要他這個真相 你要想要用一個正直的人 但你就不要同時要這個正直的 包庇你的過錯 你要他的正直 又不要他結 結就是他指責你的過錯 那這是矛盾的事情 你要一個正直的人做你的幹部 你就得接受 當你自己走歪路的時候 他會來指責你的 指責你表示他口才不好這樣子 人際關係不圓融 這是他的短處 那至少有這個短處呢 是因為他真正正確 所以觀其所短以至所長啊 所長必有此短 當然不是很反過來 有這個短處的人都有那個長處 但是呢 有這個長處的人呢 他一定會有行為的這種態度 這種態度有時候會冒犯了你 你不喜歡 就是他是短處 但是你不能夠搞混 這個是因為他有那個長處 才會有這個真相 譬如 直之詩也結 剛之詩也利 這樣 和之詩也諾 戒之詩也 居 居諾利結 你不喜歡 可是是因為他什麼 直剛和戒 這樣 不過請注意 當然不是所有戒的人都是直 我們剛不是講嗎 一戒四直 其實呢 他是在擇善 那我們剛不是也講過嗎 色利內者 所以利而不剛 什麼事情造成利而不剛呢 欲望 就會利而不剛 利是什麼呢 對別人 對別人 道德 譴責 聲色 俱利 那叫做利 但是呢 那是表演的 內心欲望很多 並不剛直 溫和的人 表面上看起來 要去做一些衝撞的事情 他好像很懦弱 其實不是 因為是因為他個性溫和 耿戒的人呢 不會隨隨便便 答應你不合法度的要求 你會覺得他非常狙擊 可是呢 正是這個狙擊 說明了他是耿戒的人 不會隨便拍你的馬屁 所以呢 當他管倉庫的時候呢 你沒有正式的公文來 但是不會隨便給你拿 你就不能夠拿倉庫的東西 他很狙擊 但你說呢 這個 不喜歡他的狙擊 可是呢 正是這個狙擊 才是你為什麼請他守倉庫的原因 可是請注意喔 還有另外一種情況 明明已經發生了爆炸 明明已經發生了地震 明明已經發生了戰爭 所以呢 要打開倉庫 要打開軍械庫 要取走武器 上戰場拼殺 結果這個人 管理倉庫的人 管理武器的人 說 你們沒有公文 你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那這就是 這就是 一個好的個性 卻因為沒有智慧 而做了錯目的事情 敵軍要公來了 長官已經被殺了 士兵手上沒有武器 沒有辦法御底 要你開軍械式 拿武器 你說你沒有公文呢 那你到底在說什麼 會不會有這種人呢 就會啊 但他為什麼會這樣 未必他是愚笨啊 他已經便捷的都有可能 好 下面一段 更棒更重要 就是聰明 再說各位同學 都是聰明人 都希望自己聰明 但聰明的人是有聰明的表現的 什麼樣的表現是聰明的表現呢 這段文字寫得非常的精彩 首頁勤學未必極彩 努力用功讀書 但是這個操作的技術 你未必學得會 才藝精巧未必極理 這個操作的技術你學會了 但是你未必了解 啊 這個操作的原理 這樣子 讓你來說明為什麼 你未必說得出來 理意便己未必極致 你知道他操作的原理 你能夠說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呢 你未必能夠 有效的運用這個理論 跟這個技術 去創造新的事業 那就是智 你知道理論 也知道操作 可是沒有人叫你做什麼事情的時候呢 你不會去做什麼事情 那莊子裡面就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村莊 他們有一種染布的技術 世世代代呢 都在染布 賺錢 有一個人呢 說我有一大筆錢 你們把這個要方秘訣告訴 村裡人就開會 我們世世代代 染布就賺這一點錢 現在我們可以得到這麼大筆的錢 可以買十倍的土地 增加財富 我們把這個技術賣了吧 好吧賣了 這樣子 就這個人就把這個技術 帶到吾國那裡去 吾國要攻打越國 越國人擅長水戰 特別在冬天的時候 冰冷的水面 這個手一碰到水 就會手會乾裂 擦了這個藥方以後 這個藥方染布的 春夏秋冬都在染布 冬天也在染布 染布都要泡水 擦了這個藥方以後 他們手不會龜裂 非常的靈活繼續運用 吾國的軍隊插了這個藥在手上 跟越人水戰 以前這是他們致命的地方 現在呢 完全克服這個困難 所以打敗了越國 那這個商人變成將軍 就獲得了領土地的封賞 這樣子 同樣是這個東西呢 有人拿來 有人拿來 偏僻謊 就是染布 有人拿來 裂地封喉 就是攻占城池 成為了這個諸侯 這就是什麼 你知道原理 也知道操作 但你是不是要把它用在 什麼事情上呢 沒有人告訴你該做什麼 你就不會去用這個理論了 明白嗎 就不會去用這個技術啊 所以只有老闆性格的人 才會懂得用這個理論 用這個技術去做 創造性的事情 好 智能今世未必及到 還有更高層的 你知道用這個理論跟這個技術去創業 但是呢 你創業的這個事業 是對社會成長有幫助 還是只是你自己一本萬利 對社會呢 反而造成不良的社會風險 未必及到 你要有什麼 會有世界觀 會有價值觀 會有人生觀 會有宗教哲學 你才會運用這個理論跟這個技術 在社會上創造一些新的事業 而對社會是有幫助 即到 或者是 你開一個公司 用這個理論 用這個技術 但是呢 碰到突然的 天災 人禍 你不會還在做公司例行的事情 你會立刻 運用你現有的資源 去面對這個天災 這個人禍 去拯救整個的社會 這就是 智能今世未必及到 我們前面在講彩禮篇的時候 有跟各位講過 四種理 事理 事理 情理 意理 道理 道理就是 你掌握人生的意義 生命的目的 在例行的生活上 你可以運用 專長 知識 能力 資源 把事情做得很好 但碰到突發狀況的時候 你能夠當機立断 做正確的抉擇 幫助自己 幫助自己的公司 自己的社團 乃至整個社區 整個國家 整個地球人 這就是 道理的境界 所以呢 學 不一定學得會 怎麼操作 學得會怎麼操作呢 不一定理解裡面的理論 理解裡面的理論呢 不一定會應用這個知識 在某些事業的創造上 能夠創業呢 這個事業呢 卻未必是什麼 未必是今世紀的大事業 要能夠達到這個境界 回復通辨了 才是 這個最有智慧的 下面也有一段 講這個 講智慧 講聰明 我覺得這段很棒 我會講給大家聽 現在大家都是學生 大家同學 君才好學 明者為師 搞清楚的同學 可以做沒有搞清楚的同學的老師 所以智慧要高 要能夠理解 不理解沒有關係 你就問別人 讓別人告訴你 各位你要明白一個道理 這個 人就是不同的類型 有些人這些能力強一點 那些能力弱一點 能力弱一點的人 別人教你 能力強的呢 你要去教別人 這樣明白嗎 不是每一個東西 每一個學科 你都學得很快 有些你學得快 有些你學得慢 你的同學呢 另外一些學得快 你快的呢 他反而慢 互相交就好了 好 你快的這一部分 比方你的這一部分 更加的聰明 明者為師啊 比利而正智者為雄 大家能力相等的時候 這個利不一定是利器 的那個利 就是一般的能力 大家能力相等 譬如說學歷一樣 他們在競爭一個行業 競爭一個事業 智者為雄 雄就是打贏的人 智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還是回到前列所講的 才藝精巧未必及 一體便及未必及智 智能精士未必及到 智是什麼意思呢 你除了這個專業能力會以外 你還上過東方人生哲學的課 這樣明白嗎 你知道怎麼樣跟小人周旋 你知道不會因為被別人捧 而從雲端上掉下來 你知道太多人性的智慧 你才有可能怎麼樣 才有可能智者為雄 你要跟他競爭一個東西 專業上是一個面向 非專業有十個事情要考量 觀感 群眾的觀感 還有委員會的判斷的標準 還有資金籌措的速度 還有這個公司或工廠選址 要考量的項目 還有這個政治人物的人際關係 還有你自己的揮一下的專業人才的補充的速度等等 你要跟人家競爭一個東西 你是博士他還是博士 你掌握專業技術他也掌握了專業技術 你不想要去開公司開工廠 你還有很多別的東西 你還得會很多別的東西 那些別的東西決定了智 與否智者為雄 能力一樣 各位同學 能力不一樣 你是博士他還是博士 能力一樣 各位同學 能力不一樣 大學畢業 你是某某系的學士 他也是某某系的學士 能力一樣 各位同學 能力不一樣 這四年 該會的功課你都會了 該考試的事你都考完了 你剩下了不少的時間 休息聽音樂 該會的知識你會了 該考的事情你也考過了 你充分利用時間 參加了好幾個社團 並且都擔任重要的幹部 辦了好多個活動 你大學畢業他也大學畢業 你是學士他也是學士 你們能力一樣很抱歉 知道我要說什麼嗎 你們能力不一樣 明白嗎 比利而增智者為雄 人家是智者你未必是 你只是學歷跟他一樣而已 這個智慧哪裡來呢 當然是上東方人生哲學而來的 智慧 人際關係的智慧 應對於進退的智慧 我是開玩笑的 當然不只上這個課 上這個課 你沒有聽懂的沒有用 你要很多食物演練 各位參加社團活動 有最好的食物演練 回家跟爸爸媽媽兄弟姐妹 好好相處 也是食物演練 在學校裡又跟同學相處 也是食物演練 你永遠是受歡迎的人 跟你永遠是令人討厭的人 那就是能力的差別 所以 除了專業本科的知識學問能力 理論以外 各位同學 大學四年 你的同學學會了很多其他的東西 你學會了嗎 等得而起 達者稱聖 道德一樣崇高 能力強的人 稱聖 聖之為稱明智之己 觀其聖明所達之才可知 聖明是有等級的 師 雄 聖 這樣 等級一個比一個高 好我自己得做一個決定 剩下兩周是講 剩下沒講完還是講菜燈壇 那我再想想好了 好下課